这时远处传来声音,是一名一刀切的紫发美女带着两个肌肉男来踢馆了。 一刀切美女嘲笑镇堂武馆,居然沦落到需要一个小女孩出面。 一刀切派一个头上绑着红绳的男人出场,这个男人在这之前已经打倒了附近所有的武馆。 此时,杨鹏站在了婷婷的前面,表示自己打头阵。 宁小凡也没想到杨鹏居然这么有担当。 不过,看着比杨鹏高出两个头的红绳男,心里也是为他捏了把汗。 而镇堂武馆内的学员却对杨鹏表示放心。 杨鹏一上场就对红绳男展开嘲讽。 红绳男一看就是个脾气不好的,杨鹏一会儿肯定要被打爆。 果不其然,只见红绳男猛地冲到杨鹏的面前,给了杨鹏一记肘击,再加一个踢腿。 杨鹏直接被打飞数米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而红绳男又站在了婷婷的面前,打头震得倒下了,就轮到他了。 先是一记抬腿,婷婷勉强接下,结果第二记肘击婷婷根本躲闪不及,只见咚得一声巨响,沉烟四起。 一刀切正准备带着手下离开,忽然烟雾中闪过荧光,使宁小凡为婷婷挡住了一击。 宁小凡对婷婷表示,接下来就交给自己吧。 愤怒的阿龙大喝一声,猛地冲向宁小凡扬言要打烂他全身的骨头。 宁小凡迈开腿手掌凝聚能量,只听战场上咚得一声,随即被红光覆盖。 一刀切自信地表示,没有人可以扛住阿龙的全力攻击。 婷婷担忧地呼喊,宁小凡的名字只见烟雾散去。 宁小凡紧地握住阿龙攻击的手肘,并嘲笑他,没有吃饭。 随即右拳凝聚能量猛地砸向他的腹部,一刀切只觉耳边一阵狂风卷过,只听咚得一声,阿龙被狠狠地砸在了墙上。 一刀切赶忙呼唤森泰上场,结果他话音未落,森泰就被宁小凡一脚踹飞。 宁小凡窜到了一刀切的面前,表示自己刚刚用的招数,是停听世界教的。 并流氓地表示自己还有更厉害的招数问一刀切要不要试试,一刀切羞愤的挥拳打向宁小凡。 结果双手都被宁小凡抓住他表示自己,还有一招必杀术。 一刀切听了,害怕地闭上眼。 只见宁小凡将双手展开念着阿珍拜上阿凡树。 一刀切此时和宁小凡面对面,这么近的距离让一刀切瞬间红了脸。 而远处的学员羡慕地表示自己也要好好学结拳术,像宁小凡一样开游。 一刀切愤怒地退后,表示宁小凡死定了。 宁小凡却冷酷地表示想教训自己,还轮不到他。 怒火中烧的一刀切对着宁小凡发起进攻。 没想到宁小凡表示希望他比刚才两个人厉害一些。 一刀切猛地向前踏出一脚,迅速地挥拳攻向宁小凡。 宁小凡轻松躲过,还不忘嘲讽他没吃饭似的。 一刀切抬起腿披向宁小凡,只见一道血红的灵力猛地袭来。 看到这一幕的婷婷紧张出声。 烟雾散去,洋洋得意的一刀切,却被眼前一幕震在了原地。 一个巨灵站在宁小凡的身后。 一刀切下的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宁小凡蓄了一掌猛地劈下,一刀切的周围立刻显现一个巨大的手印。 但凡有一点偏差,一刀切都要命丧于此。 一刀切想要投降离开,宁小凡却不打算就这样放过他,手猛地伸向一刀切。 另一边舞馆内的学员也是羡慕极了宁小凡。 一刀切此时在大喊小凡爸爸,宁小凡正在拿板子抽一刀切的屁股。 天色暗了下来,正准备回家的宁小凡被婷婷叫住。 婷婷询问她之前是不是练过舞,疑惑为什么宁小凡是练家子,还要报名加入正堂舞馆。 结果宁小凡却表示是仰慕婷婷的舞艺。 婷婷不依不饶询问宁小凡到底是怎么练习的。 然后宁小凡就开始了一顿胡编乱造,又说道自己有一门技术可以打通经脉, 打通后实力可以增幅40%,日后修行也是之前的三倍。 这话听得婷婷十分心动,询问宁小凡能否帮她打通经脉。 宁小凡表示为确保万无一失,需要脱光全身的衣服。 这话听得婷婷一惊,看着离去的宁小凡的背影。 心想脱光衣服打通经脉,自己可做不到。 时间推移,距离高考还有七天。 丁的一声是放学领响了。 教室里的同学正吐槽着,时间过得真快。 若曦背好书包,开心地来到学校门口。 她一眼就看到了在门口等她的宁小凡。 看着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宁小凡。 若曦疑惑地询问她在想什么事情。 小凡表示不理解校门口为什么有人开豪车卖饮料。 随后两人回家路上若曦表示自己好久不上课。 老师讲的题目都有点不明白了。 若曦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努力,考个名牌大学不给小凡拖后腿。 听到这话,宁小凡欣慰地摸了摸若曦的头。 银行那一个刺猬头震惊地看着自己卡内只有88块的余额,十分不可置信。 她叫苏雷,她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银行卡里的钱变得用不完。 这时,身后一个戴爱心墨镜的大妈打断了她的幻想。 表示让她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走出银行的苏雷看到了宁小凡和苏若曦。 她认为若曦的书包里一定会有很多的钱。 苏雷走到了若曦的身边向她打招呼。 若曦疑惑自己的哥哥怎么会在这里。 哥哥却表示让妹妹给自己一点钱花。 说吧,伸手就抢走了若曦的书包。 宁小凡赶紧扶住差点摔倒的若曦。 而苏雷也打开了书包查看。 打开一看可把她高兴坏了。 书包里面赫然是击打厚厚的钞票。 若曦赶紧表示那是给爸爸治病的钱。 她要买点东西给爸爸补补。 苏雷却表示爸爸咬咬牙扛一下就好了。 这些钱不如给自己去投资,还能赚上一大笔。 若曦愤怒的哭骂苏雷是个畜生。 宁小凡看到美人受委屈。 愤怒的施展威压让苏雷把钱还给若曦并道歉。 苏雷自知斗不过宁小凡,就将书包丢回点了若曦。 结果苏雷看着准备离开的二人直接跪下在路上哭喊。 这声嚷嚷吸引了很多路人来围观。 苏雷想要将二人架在道德的制高点。 结果她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宁小凡。 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苏雷急忙向大家解释。 她的妹妹若曦被骗了,拿着父亲救命的钱准备私奔。 若曦被哥哥的无耻震惊到了。 苏雷又表示若曦和宁小凡在网上才认识几个星期, 现在却拿着父亲的救命钱准备私奔。 围观群众纷纷指责若曦太好骗了, 又指责宁小凡让她赶紧还钱。 苏雷看着群众都站在自己这边, 便天犹加醋地怒骂若曦狼心狗肺。 宁小凡直接戳穿了苏雷的谎言, 表示她是在演戏。 随后,宁小凡牵着若曦准备去医院。 然而,苏雷不肯善罢甘休, 她喊来保安想抓住若曦和宁小凡, 称他们拿着救命钱要逃跑。 保安听信了苏雷的话, 上前拦下若曦和宁小凡。 若曦赶紧解释自己是要拿着钱去给父亲治病, 而苏雷才是要抢钱。 苏雷反咬一口, 说若曦污蔑她。 这时,路边停下一辆红色轿车, 下来一个女人, 她一眼看到了人群中的宁小凡。 宁小凡正让若曦抓紧她。 这时, 一个清冷的女生打断了他们, 是嫣然。 她上前抱住了聂小凡的胳膊, 问她在这里做什么。 围观群众都被嫣然的美貌震惊了。 人群中一个平头小眼睛男, 极度地看着被嫣然抱着的宁小凡。 宁小凡不解地看着嫣然, 嫣然表示自己在帮她。 她又调侃宁小凡是不是在装穷泡妞? 这话让若曦一惊。 围观群众看着这个架势, 也开始怀疑苏雷是不是在说谎。 苏雷赶紧表示, 嫣然是宁小凡请来的演员。 围观群众让她也找一个美女来演戏。 宁小凡问苏雷知不知道父亲得的是什么病? 苏雷根本不知道父亲得的是什么病。 宁小凡炸她是肝炎, 苏雷就上当穿帮了。 宁小凡丢过去一张病例单, 上面写着胃出血和肋骨骨折。 意识到宁小凡在耍自己, 苏雷气得满眼血丝。 不等她发作, 周围的群众就开始声讨她, 一下就被垃圾扔满了全身, 她赶紧逃跑。 宁小凡看着逃跑的苏雷, 觉得她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来找麻烦了。 宁小凡巧声告诉嫣然, 提防平头眼镜男。 一扭头发现若曦不见了, 若曦此时来到一处湖边在发呆。 宁小凡表示, 嫣然是自己姐姐, 她想一起吃口饭。 若曦自卑地询问, 宁小凡会不会看不上自己。 宁小凡十分不解, 赶紧对天发誓, 但话还没说完就被若曦红着脸打断了。 宁小凡早晨打着哈欠, 看着试卷上的题目, 觉得太过简单, 缺乏挑战性。 于是她决定出去透透气, 来到了熙熙攘攘的商业街。 她吃着闸串, 喝着饮料, 突然听到有人在唱歌。 原来是一个街头的好声音节目, 评委们正在点评刚刚表演的歌手。 宁小凡注意到, 评委中居然有纳云, 可见这档节目投入不少。 她本不感兴趣, 正要转身离开, 却被一道熟悉的声音吸引。 一个黄毛拦下的熙岩和飞飞, 表示主办方是她的叔叔。 只要她说一句话, 就能让他们拿第一。 她要求熙岩和飞飞陪她去喝点东西, 就可以保证晋级。 否则, 她不会让任何一个评委老师为飞飞转身。 熙岩表示, 观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不会受到这种小把戏的影响。 黄毛却表示, 这个节目她说了算, 只要他们让她开心, 就可以顺利晋级。 黄毛的手要伸到飞飞面前时, 被飞飞一巴掌扇开。 黄毛不罢休, 眼看就要将飞飞扑倒。 宁小凡即时出现。 她挥起拳头就是一拳, 黄毛直接被打飞到机密处的垃圾桶里。 飞飞红着脸看着眼前的一幕, 熙岩赶紧上前。 她牵上宁小凡的手, 询问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宁小凡说是因为飞飞参加了这个好声音的比赛, 她的歌声非常好听。 随后, 熙岩邀请宁小凡一起观看飞飞唱歌。 飞飞表示距离自己唱歌还要很久, 让他们先离开, 自己比完赛再找他们。 熙岩要等飞飞一起走, 表示宁小凡也会一起等她。 她鼓励飞飞一定要拿到总冠军。 这时,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黄毛, 又过来嘲讽他们再做白人梦。 宁小凡问黄毛刚刚是不是打亲了? 熙岩让黄毛不要再纠缠飞飞了, 黄毛却表示已经通知了她的叔叔, 今天飞飞别说冠军了, 连晋级都不可能。 听了黄毛的话, 飞飞愤怒表示自己就算不晋级, 也不会跟黄毛这种人约会, 让她死了这条心。 结果这边的吵嚷声吸引了其他的选手。 听到黄毛的名字, 众人纷纷惊叹。 那不是这次主办方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吗? 选手们赶紧梳妆打扮。 黄毛身边的女伴撒娇得想要总冠军, 黄毛安抚地表示给她第二名, 第一名要给她的新女友飞飞。 飞飞被黄毛的无耻震惊到了,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在垃圾桶里找男朋友。 这话激怒了黄毛, 黄毛抡起巴掌就要扇向飞飞。 眼看巴掌就要落在飞飞的脸上, 被宁小凡抓住手。 随后往墙上一撞, 直接撞出了一个窟窿, 黄毛怒斥宁小凡放手, 随即表示自己马上去喊人来揍死她。 宁小凡释放威压, 竖起中指, 表示不怕的。 这时, 身后传来黄毛刚刚大放厥词的话, 几人惊讶回头, 是西岩把刚刚黄毛说的话都录了下来。 黄毛怒骂西岩耍阴招, 就要上前抢手机。 被宁小凡一脚踹飞, 被暴揍一顿的黄毛放着狠话离开了。 飞飞握住西岩的手表示感谢, 而黄毛的女伴却在身后嘲讽飞飞, 这个时代还装什么, 清高自己想要拿冠军, 还对黄毛推三阻四。 嘲讽飞飞唱歌穿那么短的热裤, 目的就是为了勾引两位男性评委, 让他与其勾引那两个评委, 还不如和黄毛搞好关系, 晋级更简单。 宁小凡却一针见血地表示, 女人只是极度飞飞和西岩身材好而已。 而此时广播传来声音, 三号周嘉丽, 喊得正是这个女人的名字, 轮到她上场了。 女人自信地表示, 让自己这个练习时长两年半, 喜欢唱跳rap, 会打篮球的音乐学院学生给你们开开眼。 宁小凡却笑着表示, 一会儿要有好戏看了。 周嘉丽站在等待区, 准备上台表演。 虽然有黄毛的帮助, 但她本身也有实力, 她要让那些花瓶知道, 她即将大放异彩。 然而, 当宁小凡在台下轻轻一动, 周嘉丽突然摔倒在舞台上, 引起观众一片一轮。 面对观众的疑惑, 周嘉丽深吸一口气, 开始了她的表演。 她的歌声让一位评委赞叹不已, 菲菲也在台下感叹她的实力。 然而, 宁小凡却表示, 她骂了西岩, 她不会轻易放过她。 她手指一点, 周嘉丽的嗓子发出亮光, 她的歌声变成了嘎嘎声。 观众纷纷疑惑, 一位评委也觉得, 周嘉丽把比赛当成了儿戏。 台上的周嘉丽吓得浑身颤抖, 只能发出嘎嘎声。 观众愤怒地让她滚下去, 认为她在台上模仿鸭子叫。 黄毛命令保安将周嘉丽赶出去, 非非感叹周嘉丽可怜, 但西岩认为, 他们应该对周嘉丽的欺负行为保持警惕。 宁小凡心想这两个女人太善良了, 她决定不再放过周嘉丽。 当周嘉丽试图向黄毛解释时, 黄毛不听她的解释。 其他选手看着这荧幕, 议论纷纷。 非非想上前安慰周嘉丽, 但被宁小凡挡住。 周嘉丽愤怒地骂了, 想要上前安慰她的其他选手, 并指向宁小凡他们, 称他们为神经病。 这彻底激怒了宁小凡。 她手指一点, 周嘉丽的嗓子发出亮光, 她倒在了地上。 此时广播宣布, 陈叶飞准备上场, 轮到非非表演了。 非非深吸了一口气, 站在舞台边, 为自己加油鼓劲, 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她向西岩和宁小凡告别, 背上吉他, 准备上场。 宁小凡鼓励她要注意形象, 好好发挥, 不要像某些人一样, 学鸭子出丑。 周嘉丽在旁边气得发抖, 西岩则劝宁小凡少说两句。 周嘉丽愤怒地指责西岩装好人, 并嘲讽菲菲, 绝对选不上。 菲菲自信地回应, 让她好好听自己唱歌, 见识一下真正的实力。 上场的菲菲气势磅礴, 她为自己打气, 决心赢得这场比赛。 观众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评委也对她的热度感到惊讶。 宁小凡和西岩默默为她加油, 而周嘉丽则不屑一顾。 当菲菲拿出吉他开始演奏时, 纳云立马听出她要演奏旅行的意义, 而菲菲的表演果然也不负众望。 观众仿佛能感受到音符的跳动, 纷纷赞叹她的天籁之音。 她的表演让三位评委纷纷转身赞叹, 但纳云却没有动静, 令菲菲感到失望。 台下的西岩感到疑惑, 不明白为什么纳云没有转身。 此时周嘉丽嘲讽表示, 长相没有用, 还是得看实力。 但纳云突然转身询问菲菲的名字, 并邀请她加入自己的梦想战队。 菲菲欣喜地表示愿意加入, 广播也宣布她是今天第一位 获得四名导师转身的选手。 众人为她欢呼, 周嘉丽又被宁小凡嘲讽一通后, 愤怒地离场。 回到后台的菲菲与西岩等人庆祝, 决定去吃一顿好的。 摘下眼镜的菲菲开心地想着自己 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晚上, 宁小凡保格连连, 正准备回家。 突然, 她听到了微弱的呼救声。 一个穿着清凉的美少女被绑住了, 一个大背头对同伴表示, 今晚享福了, 到时候多喊几个哥们来。 美少女害怕地左右张望。 大背头冷笑表示, 这附近不会有人来救她的, 这可是他们特意选好的地方。 看到这宁小凡出声表示, 如果他们不想被揍的话, 就把美少女给放了。 两人看着在桥上的宁小凡, 嘲讽她, 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本事救下来, 并表示, 这附近没有下来的办法。 等宁小凡从桥头再过来的时候, 这小姑娘就留给她了, 并且表示, 如果宁小凡能在一分钟之内下来, 他们就放了这小姑娘。 听到这话, 宁小凡直接从桥上一跃下。 咚的一声, 他完好无损地站在两人面前, 询问是否可以放那个小姑娘走了。 此时, 暗处有人打电话给警察, 表示这里有人闹事。 龙哥掏出一把刀, 指向宁小凡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宁小凡猛地向前, 就给两人一人一拳, 轰的一声, 两人直接被打飞到了隔壁楼内。 但这俩人明显是不怀好意的, 即使被打了, 他们还在高兴地表示, 目的达到了。 宁小凡赶紧帮美少女结了榜, 而美少女却开始大声呼救。 而四周也瞬间响起警笛声, 意识到不对劲的宁小凡, 询问美少女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孩将眼睛别开, 心里抱歉地表示自己需要十万块钱治病, 自己也没办法。 女孩赶紧向警察表示, 有人非礼。 警察让宁小凡老实跟他们去局里。 而宁小凡此时还在辩解, 一个女警走出让她不要狡辩了, 说他们已经观察她很久了, 说她是个老色魔。 而此时阴影中走出来一个蘑菇头, 嘲笑被抓的宁小凡, 随后又表示宁小凡没什么教养, 做出什么事情都不足为怪。 就是不知道, 楚西岩知道她进了橘子之后, 是什么样的表情。